是我在打开雨伞的那一刻 我这边的耳朵就会耳鸣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璐 OK今天呢 我又要来拍都市传说啦 然后今天也是一样 我讲话不可以很大声 因为我的喉咙还没有好 还是很痛 然后还是要来介绍一下我的新成员 BANG BANG MAH OK今天要拍的都市传说也就是 不要在半夜凌晨 在家开雨伞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 雨伞不可以在家里打开的故事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有听过 爸爸或者是哥哥姐姐 阿姨他们都会讲 在家里千万千万不可以打开雨伞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打开雨伞啦 因为我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根据 为什么在家里不可以开雨伞 因为也没有人告诉我啊 所以今天我要自己来尝试看看 在家里开雨伞 会不会发生什么零硬事件 所以我们非常不多说 Let's go OK大家现在我已经在我家里的客厅了 所以我现在要站在桌子上面开雨伞 然后现在我要先去关灯先 OK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我有点害怕耶 OK Let's go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也没有人敢做 因为毕竟这个都市传说 这个故事是从小 全世界统一的故事就是 不可以在家里开雨伞 你们等我一下 我找我弟弟陪我 很怕 OK各位 我刚刚去好像找我弟弟了 然后我忘记 我的弟弟已经睡觉了 所以没有办法 我现在只好自己继续进行 虽然我很害怕 但是我可以的 我们再来开第二次 我们再来开 虽然打开雨伞过后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但是 但是 但是呢 我的耳朵 只有这一边 对着 对着雨伞的这一边耳朵 一直耳鸣 一直耳鸣哦 而且是我 是我在打开雨伞的那一刻 我这边的耳朵就会耳鸣 就会耳鸣 然后关了雨伞的过去 我这里耳鸣哦 只有一边耳朵 对着雨伞的耳朵耳鸣 它先是 嗯 这样子 OK 各位 我觉得还是不要怎么站好 因为毕竟 我觉得有点危险 耶